花友们早上好 今天我给大家再补录一期有关Pofium Breeze的藤月 这一款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特别香 是那种发散型的香味 远远的就能闻到 而且它的长势相当的强健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棵苗的整体情况 我这一棵苗养了大概有一年了 这一个我是准备让它爬拱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又发出了很多的笋枝 它的最大特点,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看,这上面都是新发出来的 包括,你看,这一个 大家看到上面有多少花苞没有 估计上百个是有了 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 新枝上来,顶端就是一大树 这一个就是二枝之铁花朵 它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就是这种粉粉的颜色 然后颜色逐渐变浅 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就是一种混色的错觉 它的花开到后期会自己干掉 你不去剪它也没有关系 不过最好还是剪掉,让它看起来比较舒服 好,我们再从这边看一下它的整体 现在拱门大概爬了一半高了 但是我右边这边因为直接在一棵棕榈树的下面 现在还没有种 我在里边穿杂种了一棵 Trobloom系列的Gratitude 上次我把一棵名字讲错了 我得把它确认一下 我是用这个眉红配它大花配小花 上面也有一些 看这样一串一串刮下来 真像介绍的就有点像紫藤的效果 是一串一串的 所以可以想象爬到顶上以后 再悬挂下来 感觉还是非常的好 现在一串一串 有风就会有摇曳的感觉 现在只是微风 但是很美,非常的美 关键还是非常非常的香 风一吹 它就有一种非常灵动的感觉 虽然不是那种非常漂亮的鲜艳的颜色 可是它也是非常有它的特色 看现在轻轻的摇曳 如果你种它 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你看这一棵苗 一年的时间已经长这么大了 现在还发出很多的笋 越发越高 而且它也完全不生病 康性特别好 我觉得它好像一直在开花 因为它一直有笋 有笋就会开花 不用像其他的藤月 有的只有春天的花比较多 它是有蔷薇的特性 但是它的复发性又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一款 现在还不是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这一款 我种下来感觉特好 挺喜欢的 这是一根二级枝条 刚刚要绽放的样子 上面好多花苞啊 所以感觉它一直都在开花 因为老的蟹了 新的又有 只要它的枝条不断的在长 它就会不断的开花 那么等等 继续 是 这是 这里